喂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這則影片要講這個 子君課本後面的練習題的 第二章練第二章後面的 練習題的第三題 那這一題其實也是 跟課本的立題差不多 這幾乎課本的立題 稍微再改一下而已 那這個就是一個真6的題目 那這個真6 他現在這個問題是這樣子的 他說這個進料 你有這個ethnol 乙醇呢還有這個水 混合物進去這個真6塔裡面去 然後呢 這個真6完之後呢會有分 塔丁產物跟塔底產物 然後呢 他就問說 他給你這些資訊就是 然後那裡求出說呢 我這個塔底產物呢 這個ethnol跟water的 質量分率是多少 那這個 這個 對然後呢這個問題呢 他要你做一下 他要你先做這個DOF分析 OK然後呢 再把這個答案呢算出來 然後呢他還有給你一個資訊 他我上面這個圖 我上面這個圖忘了寫 他有一個資訊 他就說呢這個進料呢 跟這個塔頂的 流量呢 的比例呢是10 所以呢 就別忘了寫了 那給你一個條件Fd會等於10 OK好那我們一開始 我們現在做一個DOF分析 DOF分析 那DOF分析呢就是要找出 位置數呢還有方程式數目 OK 那我們這個目前我們這個 這個問題呢這正六塔問題有幾個 位置數呢我們有 這個Fdb 還有x還有y OK總共有五個位置數 OK 那這個我們這個塔頂產物呢這邊呢 那他其實他雖然說呢這個水沒有給你啦 但是呢 因為這個混合只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60% 那另外一個就40%啦 所以這個東西呢就可以先 直接寫出來啦 OK就不用理他 就不用等啦 不用不用把它視為一個位置數啦 好 那這個annone的話呢 可以annone我們找到了總共有五個 OK 那我們下一步呢 我們要找這個equation 那這equation有幾個呢 我們左邊species 我們這邊用species must balance 然後找這個系統總共有幾個species呢 總共有幾個物種呢 我們看來看去只有兩個 就只有水跟ethanol而已嘛 ethanol 水跟ethanol 所以其實呢他只有兩個species 就給你兩個方程式 然後呢這個summation i x i等於1呢 就是呢這個每股流裡面呢 每一個stream裡面呢 它的那個質量分率跟mall 分率加總起來等於1 也可以給你一個方程式 那這個精量f這邊呢 因為這個他已經說給你比6 給你10%加90%等於100% OK這個沒有方程式的 那這邊也都知道60%加40% 也是100% 這個沒有方程式的 那這邊有一個方程式的 OK 因為它這個xy都是位置的 所以呢我們這邊就是x加y呢 會等於100 這邊呢會給你一個方程式 那special condition呢 那special condition 有沒有special condition呢 那special condition呢就是什麼 精量比啊 或是精量就是流量比啊 產率啊 或是說 產率還有什麼 還有轉化率那些東西 那就是特殊條件 那這題有一特殊條件 就是fd f除以d呢會等於10 那這邊有一個方程式 OK 那所以呢 這個dof等於多少呢 5-2加1加1 會等於1喔 它是大於0喔 OK 好 那這個dof大於0的話呢 就表示說呢 你這個這個這個理論上呢 應該是沒有辦法解這個問題的 因為這個dof大於1 抱歉 dof大於0的話 就表示說呢 這個系統呢 方程式呢 少一個 要不然就是位置數呢 多一個 方程式 位置數的數目 比方程式的數目 多一個 那這個根本底順上是無解的啦 OK 那問這題 但是因為呢 他這題是要問你這個 XY是多少 就是這個塔迪產物的這個 他是要問這個 XY這個是多少 塔迪產物的這個 這個 質量分率是多少 那這個東西呢 它是一個intensive property 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intensive property 那因為它是intensive property 那這個intensive property 跟系統的數目的多寡呢 跟FDB的數目的多寡呢 是無關的 所以呢 在這個狀況下呢 因為他要求的是intensive property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FDB其中某一個東西呢 假設一個量 然後就可以消掉一個位置數 OK 這個是稍微寫詳細一點 好了 OK 這個我們是因為呢 我們要求 要求的是 要求的是intensive property 因為我們現在要求是intensive property 所以呢 我們可以假設 可以假設F 假設F或者是D或者是B的量 的量 消去一個位置數 消去一個位置數 E位置數 然後呢 使得呢 使DOF等於0 然後來求解 OK 來求解 OK 好的 那 OK 因為我假設一個位置數之後呢 我假設 比如說我們這邊 我假設是 假設 什麼呢 我們假設 F等於100好了啦 OK 我們假設一個F等於100之後呢 這邊就有一個位置數呢 就可以去掉了 這邊就有一個位置數可以去掉了 OK 那這樣呢 我們就是只剩下四個位置數 那就四個方程式呢 那我們一樣可以 可以把這個 剩下的dbxy呢 可以解出來了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 開始 我們的過程 首先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 spatial condition Fd等於10 這個有提過 可以從spatial condition 先開始算 因為spatial condition 會給你 常常會給你一些 馬上會給你 會得到一些結果 那因為呢 這個fd呢 除以d 會等於10啦 所以就跟你講說呢 這個d呢 會等於10 OK 所以這個d呢 就已經算出來啦 好 那我們來列這個mass balance equation 我們首先列這個水好了 那mass balance equation呢 不要忘記了 這個steady state 等於進去的水有多少呢 進去的水 這邊只有f 這邊進去的水 這邊只有一個進去兩個出來 那這個進去這個水有多少呢 f乘上0.9 雖然f我們角色已經是100了 所以f乘上0.9 然後這是input 然後減掉output有誰呢 這個d上面有水40% 所以d乘0.4 然後加上那個b乘上多少 啊 水是多少呢 百分之y OK 這是water的 water的mass balance 那我另外一個物種呢 是ethinal OK 那我們這邊總共有兩個 有兩個物種可以讓你列出兩個這個mass balance equation OK 那這個mass balance equation 再特別提一下 那這邊因為它沒有化學反應 所以只有input-output而已 因為這整個蒸餾的過程是沒有化學反應的 好 那這個我們剩下這個ethinal 這個mass balance equation 這樣我們這邊總共會有兩個 可以有兩個可以列mass balance equation 那我上課有提過 那個mass balance 你這個列出來的所有的mass balance equation 其中一條呢可以換成overall mass balance 因為overall會比較好算 所以另外一個呢 我本來應該是要列這個ethinal的mass balance 但是因為呢 這個因為我們這只有兩條equation 所以另外一條呢 我就直接換成overall了啦 OK 因為overall一定比較好算 那overall呢等於一樣還是steady state 那全部進去的overall mass balance 全部的進去的量是多少呢 大f OK 然後扣掉呢 總共出來有多少呢 哎呀 d加b d加b 然後呢 最後呢 還有一個special condition x加y呢 哎呀等於100 OK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這邊是不是我們已經可以算了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應該已經可以很多東西可以直接算出來了 為什麼呢 你看我們f等於100啊 然後呢 d等於10啊 那所以說b就直接算出來 就等於90啦 所以呢 這個d這邊也算出來是10 b算出來是90啦 所以那個y呢 這最後可以算出來是多少呢 y等於多少呢 哎呀看一下小超 y等於多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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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看一下 哎這個我跟我小超寫的不太一樣 OK 我們來算一下好了 OK 我們water的mass balance是多少 啊來看一下 來寫一下 啊 我們那個water呢 我們會得到water的mass balance 我們會得到0等於90 減掉 然後呢 4加上90y ok 所以y呢 這樣會多少呢 哎 我們來這個 按一下計算機 這個 我們會得到86除以 9 95.56嗎 對不對 大概95.6啦 OK 對不對 95.6 應該95.6吧 對啊 這個我們會得到y呢 會等於95.6 y等於95.6 y等於95.6 哎呦 95.6 抱歉 y應該是 y是 哎 哎 這個我沒有算錯 嗯 哦 對 y等於95.6 OK 抱歉沒有錯 y等於95.6 哎呦這沒有百分比 y等於95.6 好 OK 那這個 那這個 x呢 就等於100 減掉95.6 啦 就是等於4.4 所以呢 這個會等於4.4 所以這個答案呢 這邊這個 最後這個答案呢 就是 這個x呢 是等於4.4 y等於95.6 y等於95.6 這就是最後的答案 好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一個mass balance的問題 OK 這是化工最基本的一個計算 OK 希望各位要多多的練習 因為這種計算呢 你們以後呢 沒門客幾乎都會遇到啦 好 那這則影片就到這邊啊 那我們剩下之後再講啦 拜拜 拜拜